同样也是来自音乐圈的消息 饶舌音乐在台湾越来越被重视 今年金曲奖也有一位饶舌歌手 入围最佳新人 他的名字叫做小仁 他跟着台湾饶舌教父 大吉学音乐 他一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 就入围了金曲奖三项大奖 小仁说饶舌就像是说故事一样 结合不同的曲风 会产生更多有趣的火花 每一句歌词都在指控霸凌这件事情 这是饶舌歌手小仁的作品 今年他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 最佳音乐录影带 以及最佳单曲制作人等三项大奖 自己曾经也有被威后过的经验 同时因为现代人这种网络世界 看到很多其实脸书上留言 有时候因为大家可以用 另一个身份在说话 所以有时候大家说话的时候 不会去想太多 那其实有时候看到蛮伤人的一些留言 那我觉得包括很多的社会事件 聚集在一起 让我想要写这首歌 小仁因为身材矮小而取了这么特别的名字 高中时完全没有音乐基础的他 听了MC Hot Dog的作品 因此喜欢上饶舌音乐 隔年找台湾饶舌教父大只拜师学艺 十年后终于推出首张个人专辑 从说话到电话 从TryCon到iPhone 从写信到简讯 到现在有赖用 从见面频繁到变少 生活频管都变好 孩子玩你的玩具 现在要平板的电脑 那时候一开始先学什么对拍 运脚 压运flow 然后歌词怎么写 后来是我自己有接触到编曲 因为以前有个喜欢的女生 就说你的音乐也不是你的 因为那曲都不是你做的 那时候我就觉得 什么这样子 然后我就想要自己去编曲 小仁的曲风不同于流行的嘻哈节奏 从古典音乐到卡通歌都可以成为它的养分 歌词则紧扣社会时事 奠定出全方位的创作基础 作品怪物不仅入为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 更看得出他异于常人的思考方式 我翻开人类图鉴 找不到像我的图片 每个人都普遍不变 所以我突变 我开始裂嘴笑了 大声叫了 我变成天上飞的 地上跳的 大怪物 大家离他远远的 怀物 把它看得便便的 怀物 一样眼光甜甜的 怀物 还是想做自己的 怀物 快乐又悲伤的 有一些人他可能是 对大家觉得是异类 因为他的价值观 他的想法 可能是跟多数人不同的 那这首歌 我就希望能够表达 这些人的心声 他可能是很寂寞的 可是也想要表达一种热血 就是当这些人 虽然你可能觉得你 不被大家认同 不过你是会找到 认同你的人 会有伙伴 小人说 饶舍的歌词 可以玩很多不同的变化 也是他记录自己人生的方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